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 霸財指標的設置和特色技術指標的分析 以銀河如落為例子,點擊下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我們的正上方有不同的指標 我們在這裏,單擊某個指標 重複單擊某個指標 可以將多重指標進行同時的分析和運用 再次單擊它,就會剔除 在這裏,還有一個指標設置 我們可以將指標的秩序進行一個拖移 將常用的或者我們喜歡的放在某個位置 同時,二十角還有一個參數設置 我們可以將相應指標的參數進行加減 如果我們不小心按錯了,還可以呼吸問人 如果我們設置好的話,就可以確認 我們這裏有不同的指標 每個指標都可以設置參數 我們還可以在左下角有進行指標的添加 因為指標量量太多了 我們可以在某個指標裏面 進行打勾 或者剔除它的勾 最後確認就可以了 指標就會在我們這個版面裏面 進行一個浮動 或者剔除它 這裏再和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技術指標的分析 技術指標即是用數學的方法 對數據行程進行一個處理 得到的數值即是技術指標的值 這個值可以幫助到我們 對於具體操作時的提高精確度 技術指標的分析特別多 一般可以分為大市 超賣超賣 驅細 量能 成交量 均線圖表 選股型等等 我們只要知道指標屬於哪一類 差不多就知道我們這個指標的應用法則 同樣就要明白我們自身的需求 是上於什麼類的指標 在行程裏面我們還要判斷 整個趨勢是震當時或者是哪一時 去找到超賣超賣型還是驅細型 霸財的特色指標有 追擊手指標 首先追擊手指標是一個主圖指標 通常跌加在主圖基線上 由原理來說 它是一個驅細型指標 主要是根據價格的變化 來輔助判斷我們的研判後市的機會 追擊手指標主要分為 黃帶和藍帶和綠色向上的 漸嘴或者紅色向下的漸嘴 看起來比較簡單 黃帶表示市場的多方戰優 藍帶嚴軸表示市場中空方戰優 當最一手指標判斷趨勢轉折的可能性高 的時候會出現綠色的箭咀 或者紅色的箭咀 給我們參考 最一手指標一般適用於日線級別 或者周線級別 在日內交易的時候 我們需要謹慎一點 這裡要注意的是 最一手指標中的紅色箭頭 或者綠色箭咀 不是並一對應的關係 只要判斷後市轉折的可能性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的綠色箭咀和紅色箭咀才會出現 因此會經常出現連續多個紅色箭咀 或者連續多個綠色箭咀 我們看看實際的案例 以銀行娛樂為例子 可以看到 大概在$49至$50之間 有一個黃色 即是我們的多頭空間 開始發散的時候 股價就會飆升 出現了大概在$62左右 由黃帶轉藍帶的時候 股價又大幅回落 我們這裡要總結的是 在日線圖裡面使用 黃藍箭咀可以配合我們的黃藍帶的轉換 主要是適用於成交比較活躍的股票 除了最幾手指標 我們還有主力吸手指標 主力吸手指標是一個富途指標 亦都是一個量能型的指標 它的原理是根據歷史界的情況 獲力本來變化 來估算是否有資金 進場吸手 當富途出現紫色的巴 代表指標判斷由主力開始入場 紫色的處列高 代表資金進場的力度就越大 判斷時一般以100或25為參考的臨價值 超過25就說明信號有效 超過100說明投資的價值就更加高 同時我們都要兼顧巴的密集程度 以銀河娛樂為例 近期即10月份的時候 出現了多次的一個主力吸手信號 同時主力吸手信號 帶到25說明信號有效 現在股價仍然在低位 我們就可以判斷 目前是有主力資金 在這個位置進行一個吸手信號 我們短線來說值得博弈 除了主力吸手信號 我們還有主力出貨 主力出貨也是一個量能型指標 根據歷史界的狀況 獲力本來的變化來估算出 資金是否可以開始流出 和主力吸手相反 當出現出貨量大於前一日出貨量的時候 儲藏圖裏面有藍色的巴 當出貨量少於前一日出貨量的時候 儲藏圖裏面的巴是橙色的 一般來說 我們都以25和100 作為一個差考的臨界者 同時要兼顧儲的密集程度 我們指標都可以綜合運用 比如我們打開主力吸醜和追擊手指標 當主力吸醜和追擊手指標 一起出現紅色的一個佔嘴的時候 或者是出現了黃帶的訊號 由藍帶轉黃帶的時候 加上主力吸醜訊號 我們就可以判斷有資金的參與 同時我們再配合三線出擊指標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三線出擊指標裡面的QS線 近期出現了文字形的反彈 或者抄帶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發現三個指標 同時出現了做多的訊號的時候 我們這個點位 目前是考慮可以入場的 除了在股票裡面 相關的一個交易機會 我們都可以在期指裡面找到 五行指當業為例子 當出現了強烈的一個交易訊號 比如說有主力吸醜 好有我們的藍帶轉黃帶 同時下方三線出擊的QS線 同時出現反彈訊號的時候 三個數據 共振做多 我們就可以在共振點位 進行一個積極參與 把握交易的機會 好 這裡再和大家介紹一下 霸財指標 首先霸財指標 也是一個驅逞型指標 它本身有不同黃色的組成 同時如果在多頭訊號的時候 會出現了綠色的I字母 提示馬入 如果出現空頭的時候 會有橙色的C字母 代表賣出 如果我們整條 霸財指標的中間線 是出現了綠色的時候 代表K線進入一個多頭狀態 如果出現藍色的時候 代表空頭狀態 我們都可以配合我們的 莊家台指標 作為一個判斷 如果在綠色I字母出現的時候 底部莊家台叫 一人出現了紅色的有裝控盤訊號 畫明在木槽位置適合買入 如果出現了橙色的C字母 和出現了綠色的出貨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賣出 相關指標的形容 可以多重多樣 基本來說 我們都有符合一個共振的原理